基泰大職舞蹈意外 不少人都受到影響 網紅企業家王明威威爺 也是受害者之一 8號他在臉書切出舞蹈照片 寫到聽說我買的預售屋 這幾天很紅 證實自己就是基泰大職的 屋主之一 嗨大家好 我是威爺 人生中或者是職場上 最需要具備的能力是什麼 我覺得最需要具備的 就是專業能力 網紅企業家威爺 在網路中小有名氣 也熟識不少名人 2022日購入基泰大職 吳淡如還一起幫忙議價 當時他用理想價格 跨境天龍國還特地發文記錄 但如今卻遇上意外 像終止合約退款 也恐怕沒這麼容易 專家指出 除非在未來 減商延遲交屋 屋主就有機會 爭取每天總價 萬分之五的賠償金 但如果不想等這麼久 堅持解約 就需要支付建商 百分之十五的違約金 但一切都還是要看 交屋時的狀況而定 新聞基泰大職已購戶 威爺在貼文的留言中 也表示開設了屋主LINE群 私下他也表示 目前已經有十位屋主加入 後續就看建設公司 如何善後 至於是否要終止合約 也會與住戶們 進一步討論 三年順中港旅站 台北財訪報導 台北財訪報導 第一次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二十八 二十八 十八 十八 二十八